1939年11月30日,面对桀骜不驯的芬兰,苏军兵分六路,在长达1450公里的边境线上,开始向芬兰发动猛烈进攻。 苏联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计划通过夺取北极港口贝柴摩,在凯米或者奥卢切断通往瑞典的唯一一条铁路,断绝芬兰的外源,顺便把芬兰一分为二。 然后绕过拉多加湖北岸,突入卡雷利亚地下的曼纳海姆防线后方,包围芬兰军队主力,同时以强大的装甲部队正面攻击曼纳海姆防线。 随后横扫芬兰南部人口稠密地区,拿下首都赫尔辛基,控制整个芬兰。 由于苏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场战争怎么看都应该是狮子薄兔,牛刀杀鸡式的降维打击。 苏联人认为可以速战速决,战争将在二至三周内结束,甚至已经提前组建好了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共和国傀儡政府,准备治理被占领后的芬兰。 面对黑云压城的危局,芬兰人在经过短暂恐慌和疑惑后,情绪很快转变为勇敢和决心。 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只有支支死地进行战斗,舍此别无他途,国内迅速形成万众一新的局面。 历史上的很多战争起始,都是战争发动者通过纸面数据的简单对比后,得出可以稳操胜券的推断。 但实际战争开打后,结局却大相径庭,这样的错误直到今天都一再被反复上演,苏芬战争更是如此。 乐观的苏联人在战场上遭到了看似弱小的芬兰军队的迎头痛击。 孙子兵法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芬兰军队在天时、地利和人和都占有巨大的优势。 就天时而言,苏联人选择了最不适合发动战争的冬季。 此时,地处北极的芬兰,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气温降至零下30度至零下40度。 战场完全被矮矮白雪所覆盖,白昼时间很短,黑夜却相当漫长。 在这样严酷的气候条件下,主场作战的芬兰人早已提前准备好了应对寒冬的衣物、雪靴、帐篷和便携式火炉等保暖物资。 但是,苏军对预寒物资的准备严重不足。 许多来自相对温暖的乌克兰地区的部队根本不具备在北极作战的基本技能。 零下30度的寒夜里,当露天扎营的苏军士兵点燃篝火取暖时,很容易成为芬兰狙击手的猎物。 如果不点火取暖,则很有可能被冻伤甚至冻死。 就地理而言,芬兰的交战地区以山地和森林为主,其间湖泊沼泽密布天然不适合苏军这类习惯机械化大兵团作战的军队,也不适合苏军常用的大兵团反复冲击战术。 苏军常常只能以一字长蛇阵沿着茫茫领海中的山间小道蜿蜒前进,既不存在首尾呼应的可能,也发挥不出机械化装备快速机动的优势,因此无法分割、包围并歼灭芬兰军队。 但是,这种特殊的战场环境却非常适合熟悉地形的芬兰人,他们利用马拉雪橇轻松穿梭于森林之中,分军小分队则借助滑雪板快速机动打游击战,而分军装备的索米冲锋枪则是近战利器。 在近距离交战中,苏军装备的墨星纳杆栓动步枪完全被索米冲锋枪猛烈的火力所压制。 就人和而言,保家卫国的芬兰军队在道义和心理上占据绝对优势,从元帅、将军到普通士兵都朴实、智慧且英勇善战,因此在战场上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反观苏军,在经历了大清洗和大扩军后,苏军总体素质大大降低,各级指挥官不思禁举,没守成规,使得苏军的战斗力严重下降。 苏军在天时、地利、人和、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贸然进攻芬兰,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战争开始后,芬兰军队首先退避三省,这样既可避敌锋芒,又拉长了苏军的后勤补给线。 而进攻的苏军大部队反备芬兰的山地、森林和湖泊分割成为相对孤立的小股部队。 芬兰军队则趁机集中优势兵力,把苏军孤立的部队逐个歼灭。 芬兰人形象地把这个战术称为柴堆战术,就是把沿道路分散的苏军部队看成一块木头。 芬兰军先劈柴,然后再一根根把柴火烧掉。 芬兰的反击首先在拉多加湖以北出场胜果。 芬兰军队从1939年12月9日至12日连续发动进攻,重创苏军第139师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大大提振了分军士气。 在北方的苏奥穆萨尔米,分军同样采用柴堆战术。 从1939年12月11日至1940年1月7日,一举歼灭了苏军第44师和第163师两个整编师。 苏军阵亡27500人,1300人被俘,而分军仅有900人阵亡,1700人受伤。 分军还缴获了这两个师的全部装备,其中仅坦克就有43辆,火炮100余门。 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被分军曼纳海姆元帅誉为雪中的奇迹。 苏芬战争的核心战区,卡雷利亚地侠,是唯一一个适合苏军进行大规模兵团作战的战场。 但是,面对坚固的曼纳海姆防线和芬兰人的顽强抵抗,加之苏军将领拙劣的指挥,使得苏军在这条防线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多名高级指挥官被芬兰狙击手射杀,就算苏军投入了绝密武器,特意摆多炮塔坦克和KV-1重型坦克,也难以越雷池一步。 苏军的表现甚至使得芬兰军队主动发起反攻,不过在苏军压倒性的炮火面前,分军的反攻也以失败告终,于是双方开始调整部署,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 苏联预期中的闪电战被芬兰成功拖入了持久战,而苏军也损失惨重。 在国际上,苏联的外交面临空前的孤立。 1939年12月14日,苏联被国际联盟开除,不过芬兰虽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同情,但除了瑞典和挪威有实质性援助外,英法等国基本上只提供了感人的口头援助。 英法不断忽悠芬兰,一会儿说组织15万军队援助,一会儿说飞机已经准备起飞,作战部队已经准备就绪。 面对这些嘴炮,芬兰人深知,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因此不断设法和苏联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